各位标迷你們好 又是我No.7 Watch的豬仔 鏡頭前面這隻就是舊裝的精工五仔 提前介紹了一隻Bottom Cap 很多標迷已經選購了 豬仔最近都翻了這隻 其實之前豬仔翻過一次 應該是一個多月前 但當時沒有貨 應該是一個年前 這隻是J版 最近豬仔翻到貨 應該是星期四左右 星期四左右 就會再有貨 所以這隻是標迷訂的 立刻拍片介紹給大家 這隻過年前的時候 一度斷貨的一隻很熱賣的 舊裝精工五仔 這隻是屬於細標徑 細裝的 全自動機械機芯 最重要是M.I.J. Made in Japan 21石 有個盾牌 logo 舊裝精工五仔 很多時候有一種魅力 很吸引你 不知道你是否覺得 如果你是精工五仔的標迷 一定會認同豬仔的說法 你看到星期日力槍 擺在三點位置 做了一個黑底白字 黑色的標盤 你看到它做了一個內影邊框 每一個舊裝精工五仔 都有它自己的個性 我自己覺得很多時候都有不同的標殼 甚至乎有不同的標帶 這隻就有了內影邊框 雖然星期日力槍 它就沒有做金屬邊框 但是它就有個內影邊框 就有一個24小時的黑度 寫了24小時的黑度 另外你看到它都是做了金屬的紙釘 銀色的紙釘 後面是夜光來的 做了金屬的紙釘 一起看看夜光 就是舊裝精工五仔 一起看看夜光 時分增加了黑度 後面的點點都有夜光 夜光都很光亮 很光亮的 好了 挺漂亮的夜光 有個內影邊框 雖然實際用途不太大 但這隻標有層次感 立體感了 這隻標的邊框 做了不鏽鋼的外圈 做了光身 用上礦物的水晶玻璃錶面 錶腳位置 也是這隻標的特別賣點 你看到它微微收了進來 彎曲了進來 左右兩旁 就預留了錶孔 比你方便更換錶帶 但耳蓋方面 它就沒有做耳蓋 直接連錶殼直出 這裏做了拉絲花紋 好處就是 戴上去的時候可以很貼手 不會啞開鋼開 錶帶方面 由闊到窄 做了一個鋼片帶 還有錶帶的圖片都不同 你看到它兩旁做了拉絲 中間做了一行光身 錶觀位置放在四點位置 做了一個7S26的機心 我們先讓它動 讓它動了 你看到它動了之後 沒有停秒功能 7S機心沒有停秒功能 全自動機械機心 沒有手上鏈 我們先嘗試向上轉動 轉動的手感很好 很緊緻的 不知關不關MIJ版 平時日本製造的可能是 裝工裝得好一點 手感很好 很緊緻的 然後用來踢起半格 教星期日力槍 向下轉動 一格格調 教星期槍 向上轉動 教日力 都是達達聲的 手感都很好 教完之後 按回一個拉推管 錶帶方面 你看到它 剛才說了 帳簿簿的錶帶 做了一個不鏽鋼片帶 錶扣方面 一起看一下 值得一讚的 就是它有兩顆微調位 額外還有 跟著因為它是J版 所以它那個扣位 上面有寫SEICO 盾牌 還有一個JAPAN的LOGO 按鍵打開 做了光身薄橋 一個不鏽鋼的錶扣 另外錶底方面 我們看看 錶底做了一個螺旋式 鎖的透視底蓋 上面也有寫著 Water Resist 生活防水 Stinger Steel 7S26C 機芯 7S26的機芯 還有寫著最重要的三個字 Made in Japan 日本製造 Made in Japan 陀位有個膠膜 不是花了 寫著21石 反過來給大家看看 這個錶就屬於輕身一點 以及屬於細錶 這個錶 近年來說 這個錶就算比較小 如果喜歡細錶 這個就適合了 整支錶的總重量只有103g 103g 不算太重 直徑方面 看看 屬於細錶 有多小 我們先來看看 有36.0mm的標高 sensors 36.0mm的標高 厚度方面 就是10.5mm的厚度 擄裂到43mm 如果你是喜歡小的標高 手和豬仔一樣小小的 這個可能是適合你 一隻舊裝精工5仔 還要是MIJ的版本 帶上豬仔14.8cm的手腕 你看到這裡很貼手 而且形狀做得很漂亮 形狀由闊到窄的位置 微微收入 豬仔推介這隻舊裝精工五仔MIJ的版本 日本製造的 真的買一隻少一隻 坊間我告訴你 今天才跟師傅聊天 他說7S機心 如果要做的時候維修 越來越難買到零件 因為現在零件都沒得買了 好了 豬仔推介這隻舊裝精工五仔盾牌的MIJ版本 超帥 之前豬仔也推介過一次 有些標迷 當時買不到 價錢方面沒有變 都是那個價錢 948元 948元 一隻J版的舊裝精工五仔盾牌 如果你都喜歡這隻標的 可以WhatsApp給我 打給我都可以 告訴我你喜歡這隻 舊裝精工五仔盾牌 想在佐敦店拿 還是麗芝哥盾牌 喜歡這條影片的標迷 記得按讚 豬仔需要你們支持 如果還沒訂我的頻道的話 記得按鈴鐺訂閱 希望你喜歡豬仔 舊裝精工五仔的推介 西標竟 36M標竟 你看到這個 弧度 做得很漂亮 剛剛微微的收入 如果你喜歡的 手快有手慢無 星期四我有多三隻 現在這一隻有一隻 現貨 但這隻有標迷留了 未通知星期幾來 總共只有三隻 希望你喜歡我的推介 我們下集見 拜拜 喜歡這條影片的標迷 記得按讚 盡快找我 心動的 立刻行動 因為舊裝精工五仔 都是手快有手慢無